其实共产党大家可能不知道他们一样东西叫统战 大家听过没有?统战 统战就叫统一战线 什么叫统一战线呢? 共产党被国民党打到一坡一坡 躲起去疑安的时候 他们是用统战的 就是说在当时 任何人他可以同声同气的都拔在一起 当日他们是逃跑的 用这个方法来保存自己 当然今天他在香港 CCTVB是他的 所以CTVB现在就配合他 又是做那些 污蔑我们的片段 断章取义的片段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他就是说 其实有两点的 第一点就是 林郑周一去见那些宗教界领袖 校长包括她的校长见过 我们很同意林郑的说法 她同意什么? 除了认错之外 就是说 给个机会她 给个机会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不追究 是不是? 林郑跟他们说 他们说收货 那就建立了一条战线 到此为止 以前你们说 以后再追林郑 就是反中原港 现在就开始说 我们是受外国操纵的 搞暴乱的人 现在正在来的了 大家上班收到那些传单的 一张张 一张张 一张张这样派的 你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没用 有CCTV帮她 这张就是了 是不是? 我现在这么长气了 所以她现在设了一条统战的线 就是有一些初头 被逼反对她的人 就是太离谱 或者是那帮富商 现在就规矩了 不要再搞了 长毛 民阵不要再搞了 那些记者不要再搞了 打你一次而已 下次不会打的 好了 这个就是第一条线 第二条线 就是支持警队严证执法 这条线很重要 你看看昨天警察 犯了死狗 就是希望做一个情况 是我们用暴力 好想我们求武 总的反过来 就是我讲的主题 我是贊成 用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不是只是查警察暴力 警察暴力 警察是什么来的? 警察是开门狗来的 当然是查狗主而已 香港有两次三次的暴动 他们自己 1956年 1966年 1967年 三次暴动 1956年死了100多人 1967年死了100人 1956年死了1个人 2晚 那三次的暴动 港英政府 都有做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不是只是说警察打死了多少人 不是说什么 就是说 为什么搞成这样 然后再计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警察 当然当日他们就说用警察 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不是只是说警方濫权使用暴力 我们知道是了 不用说 我们快点去搜证 大家顶下的东西 快点回集给民阵 你自己看到的东西写出来 或者拍到的照片 都可以给民阵 我们会小心处理 我们不会担心 不会担心自己 那 很简单 如果我们在这里 说要查整件事的时候 查谁呢 第一 林郑娥整件事 有没有给个指示 有没有知道如果有大量群众聚集的时候 他有没有指示过 现在都应该负责的李家超 李家超就是 盧伟聪的老板 这个郑若华 他说的嘛 法律上 我们不会胡亂告人的 这个郑若华有没有教过林郑娥什么叫暴动 有没有 为什么要出来宣布 为什么这个盧伟聪说骚乱 他跟着说就是暴动 跟梁振一样 各位 一定要查到底 他说我们搞阴亡嘛 他查吧 逐个逐个查 政府是不是应该问责啊 林郑现在说 给一些机会我 我叫做长毛 我被个容医医死了 刮了柴 在炼房 他跟我儿子说 喂 不好意思 我医死你老爸 给一些机会我啊 将功 不要说你妈妈有病 我帮你妈妈医 可以吗 当然不差就行了 他医死了香港了嘛 他会死的啦 是不是啊 他医死了人了嘛 做什么机会做什么呀 所以这个问题是几人之严重 今天共产党已经摆了阵势 就是力保林郑 林郑做龟叔 就叫警察死顶顶着我们 所以大家要小心行事 不可以令到警察有机可乘 我们的口号是很简单 林郑要下台 还有一样 林郑跟我们道歉 大家听过 下照罪己没有 上年纪都知道的啦 讀东市都知道的啦 那些皇帝觉得自己扑街 就会写一封信公开 譴责自己错过什么嘛 这个林郑我有没有做过啊 当然没有啊 扑街 他只是说喂 我做得不好 那你怎样做得不好 在二月不好 三月不好 什么时候不好 喂 下照罪己 我讲一个 讲完这个 讲完这个 啊 故事就算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 名词有个皇帝 叫做明英宗 有个太监叫做王振 王振呢 就告诉他 阿拉打过来了 就是阿拉伯那些 就是这样子 叫他出去外面土木堡 瑜伽亲征 提震士气 被人捉叉了 那个凌英宗 你知不知道王振的下场是什么呀 当场被打死呀 你那林郑我 你是不是王振呀 是不是呀 那你是不是应该 当场被打死呀 都不用你死了 叫你自己去死 都不是他肉体死 叫你政治死 好了 如果这个例 那李家超呢 喂 下照罪己 不差去召罪己 以前的皇帝 下召罪己之后 是要闭门呀 看武帝看文帝 下召罪己 是非常之贼见的皇帝呀 因为天不下雨 他都还要罵自己 喂哥 那你现在这个 林郑月娥 下召罪了哪个呀 扑若街 他罪了哪个呀 这个 盧偉松不用死 还要捧他 还要力撑他 那你盧偉松的上司 就是盧偉松要听啊 李家超说的 李家超又不用问 又不用问 又不用问责 郑月娥 又不用问责 郑月娥 郑月娥是负责告人的嘛 是不是呀 如果你是要和解的 当然没了他 很奇怪呀 巴勒斯坦 和以色列和解 第一件事就是放了战夫先 是不是呀 这个为什么不行呀 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嘛 这件事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这个送中和法 大家今晚都别去坐啦 都不喜欢听我说话啦 得人看片集好过啦 是不是呀 看鸡木坊好过啦 怎会先听我长毛说话 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嘛 他要下召罪己 他自己不死就是周围人死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不只是讲警察暴力 是讲警察暴力的根源 警察是国家机器 那台机器是做出来的 那台机器是做出来的 谁在驾驶车 就会有什么这样的结果 所以政府 是要负全责 是不是 没理由 狗咬人的狗主 不用负全责 又没有狗 又没有口罩 什么差都没有 又不打针 又没有狗牌 他们不是只有狗主的吗 所以大家记住 小心 不要让警察 有一个 挑衅我们的机会 说我们使用暴力 他已经来着了 我说7.1之前 共产党一定会叫那些五毛 出来示威 说我们使用暴力 我们要记住 在这几天 一定要抖手精神 星期三那晚 8点至9点 一传十 十传播 好吗 记住 记住 一传十 十传八 自己发挥 自己香港自己救 是不是 这个长假期 7.1 留港消费 7.1上街 自己香港自己斗 一传十 十传八 追到底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独立标查委员会 查林郑月娥如何禍港 他三位的官员 如何帮他禍港 不是只是说警察暴力 警察暴力固然要追 多谢大家